台湾艺人罗志祥与网红周扬青的恋情猜测终于获得实锤 4月23日周扬青透过微博正式的宣布与罗志祥分手 并且以签字文的形式详述两人分手的原因 狠批罗志祥劈腿跟旗下女艺人乃至化妆师都有长期不震荡的男女关系 甚至跟兄弟们与其他约到酒店的女生进行难以描述的多人运动 考虑到罗志祥之前的历史 绝大多数的网民还是选择相信周扬青 令罗志祥的人设在一夜间火树崩塌 另外虽然罗志祥之后透过微博 向周扬青以及所有欺骗过的女性道歉 并表示会承担一切的后果 等于变相承认周扬青所有的指控 有人相信如果周扬青对罗志祥的指控属实 那罗志祥已经触犯了一言不得违反善良风俗的相关规定 属于三观不正 因此他在内地的所有节目都必须叫停 包括他主持了很多年的黄牌综艺 极限挑战 还有备受注目的网络选秀节目《创造营2020》 虽然小猪为了准备参加《创造营2020》的录制 本月15日已经抵达深圳进行为期14天的防疫隔离 但外界相信考虑到个人形象已经帮他 罗志祥很有可能会被下车 而罗志祥在内地的所有代言预计也将会被下架 台湾媒体估计因为此次的分手风波 会令罗志祥损失最少3.6亿新台币 折合约人民币8500万元的收入 魔方全媒综合报道